在第二居行工程处在台中的部分有三个公路段 重点是台中古观跟新银 透过简报官员在台上仔细的向民众说明 台中地区在春节期间的输运计划 像是对台三线与台七十四线等易塞车路段 提出加派警力与调整耗制等应变措施 并对国道三号与国道一号提出多条替代道路 供用路人选择 就是希望确保春节期间民众行车顺畅 我们公路总局工程处跟公路段 都24小时有成立这个紧急应变的小组 那24小时留守 随时掌握这个路况 能够及时处理 那另外我们有建置这个CCTV还有CMS 可以提早供这个用路人来使用 那及早来掌握这个路况 及早应应 为了让民众外出交通顺畅 提升旅游品质 公路总局特别向外界说明春节输运计划 并且协调客运悦者在尖峰池团 激动性的加开班次 输解人潮 并规划多条精彩的旅游路线 推出优惠套票 鼓励民众多多利用 各位用路人就是尽量利用大众运输 那我们所有的客运 在这个春节期间都会激动的加班 随时如果有客人马上就会加班输运 为了确保春节交通不打劫 公路总局也表示 除了全天候监控路况 维持道路顺畅 还特别研发手机APP程式 不仅能查询及时影像 也能让民众快速掌握交通讯息 记者陈伯瀚台中採访报导